受到中国市场政策调整以及客户库存修正的影响 保健食品厂商大疆今年8、9月营收连两个月年增率转为负数 是2015年之后首件 不过对于短期业绩的降温 大疆董事长林永祥认为 中国保健食品的调整并非全球首件 但最终还是要回归供需 寻找市场不断变动中的不变因素 保健食品市场的本质是分成三段的 第一段是demand消费者有没有需求 我们可以非常确定在未来十年 消费者对健康美丽长寿等等的需求 是不停的上升的 这点是不会改变的 第二个是通路或品牌 通路或品牌是从supply直接连接到demand的一个必经的过程 有些时候是电商 有些时候是微商 有些时候是call center 有些是tv shopping 它有各种不同的变化 市场上的变化 主要的变化在哪里呢 是在中间的这一段方法 随着科技不停的改变 因为以前没有微商 但是这是不停改变的结果 所以你看起来变化很大 其实对我们来说变化不大 因为顶面在上升 因为顶面在上升 台湾或者是其他国家也都是曾经有发生过的 因为保健食品像是一个光谱你知道吗 它有这个非常夸大的业者 那它也有很守规矩的业者 那大部分业者都在中间嘛 对不对 那所以所以呢 随着市场整顿的结果 我认为长期都一定会更好 因为会让留下更好的业者 那就会让消费者呢 更相信保健食品 而对大江来说 短期业绩并不影响长期的动能 林永祥甚至认为 公司反倒更应该加码对新客户 以及新市场的布局 公司也把从2012年 自一般ODM代工厂转型累积的专利资产 扩大发挥效益 我们在2012年的时候 我们就预想到 未来我们可以前进的路线 在2012年的时候 我们开始从一般的ODM 转型变成生物整合设计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接下来我们会大量的累积专利 而且专利将会有付出 高量的研发成本 跟专利的维持费用 那这些高量的研发成本 专利维持费用 当然可以帮助我们本身 保健食品的作业 可是在2012年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 如果我们能够 弃矩一定的能量之后 应该还要学会一些方法 来扩散这些 我们的IP的这个 应该说产出啦 所以呢 大江生一呢 就把自己本身呢 做ODM这个产出之外 加上一个专利 授权的一个服务 我们例如说可以授权 你各行各业啊 包含了我们每 我们发现的一些新的 Compound 或许药厂会有兴趣啊 我们可以增加我们这些 IP的产出在大江生一本身 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 其实我们的技术 很多的可以运用在 日常生活里面 例如说 我们用的湿纸巾 这个是日常生活的东西 但如果湿起薰 能够改变你脸上 身上 小朋友皮肤的菌相 它的细菌的菌相 让好菌多一点 坏菌少一点 是有没有可能做到的呢 技术上我们已经完成了 但是并没有把它做成产品 所以这类生活的产品呢 我们就交给 把这些技术交给大江生活 这家独立的公司 由它来营运 并且呢 做出产品出来 以自由品牌的方式 在台湾以及全球 逐步的进行销售 毕竟我们目前在ODM的话 在54个国家有partner 所以相对来说 再增加业务的速度呢 也会比较快一点点 其实在2012年 我们那时候就想好 要如何使用这些IP 还有堆叠出来的这些技术 所以其实当初就认为说 我们会多开几家公司 来做不同的内容 只是2019年的时候 时间到了 因为毕竟我们的专利的数量 从10个20个到现在 已经申请包含送出去 已经有600项的专利 除了专利授权 大江在基因治疗布局已久 也期望能切入国内特管法的商机 我们为了要研究这个天然物 跟这个人类细胞之间的关系 我们产生了很多的技术 例如说我们能够自动的培养 人类的细胞 那当然也包含了干细胞 我们有一台自动的机器手臂 它会不停的去放大细胞 因为我们需要这些细胞做实验嘛 那其实呢 这也就是我们在特管办法里面 其中一个放大的一个需求 我们已经有能力独立完成 第二个我们有n-counter n-counter的话 是用微导流的这个技术呢 去判定mRNA的表现 也就是说 假设我们在执行特管办法的治疗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判定 我们的这个干细胞的mRNA的表现的情况 那不就是会有更好的 你可以确定打进去的是更好的一个状态嘛 那像这种东西 我们都已经有技术了 同时呢 我们有影像系统去 我们可以追踪细胞的情况 来看细胞目前 以眼睛从这个显微镜里面看到的一个现象 这个也都是其他公司目前 所没有的追踪式电子显微镜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技术平台呢 用大疆基因呢 再加入符合这个台湾特管办法的一个新的投资 来推进以基因跟人类的干细胞治疗 为核心的一个事业 就变成大疆基因的一个新的事业模组 林永祥也说 集团的布局都是所谓的加法思考 希望在既有的优势上向上加成 我们我们的集团的布局都是加法的思考 就是我们目前呢 增加了生活事业 那生活事业未来 因为它在全世界有做通路 那这个加法或许呢 还可以帮我客户卖东西 所以我们叫做国际流通事业 因为本来我的客户可能只是在亚洲地区卖 可是那产品很好啊 那或许也可以帮他卖到Amazon 或者卖到其他地方去 可是他美国没有布局啊 可是我们美国有办公室 我们的思考呢 都是健康食品保健食品的加工代工 设计的ODM的一个服务 加上技术授权 把这个大疆生活产品加上国际流通 把大疆基因加上细胞治疗 我们的思考永远都是在扩张型的 我们叫做聚焦型多角化的一个做法 所以大疆生意呢 会因为研发的内容产出 不停的增加新的服务 即便短期营运逆风 但大疆对于新市场 新产品以及新的商业模式 仍然跃跃于世 市场人期待公司能延续创新 与逆势加码业务团队的动能 引领下一个成长 大疆 当生的机器 还拐出 产品